放映這部電影 我們很高興這部電影的監製李剛先生 他可以在這個地方跟我們分享一下他 製作這一部電影的一些心情 大家好 喜歡這部電影嗎? 喜歡 謝謝 那個 說來話長的弄了五年了 那看了大家會不會覺得跟從前當海中 從前的台灣是很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腦海中根本沒有從前的台灣是什麼樣子 那一般人 台灣人物風跟物色搞不太清楚 然後那個 林家花園板家好像有一個 物風好像也有一個也搞不太清楚 知道個林憲堂已經算很不錯了 剛碰到那個前行政院長 一個陳莊陳院長 他說有沒有林文茶 我說你好厲害 你知道林文茶 那為什麼 我們會對從前的台灣這麼陌生 就是因為我們接收 歷史都是從政黨的角度 政黨的觀點 甚至政黨的利益 政黨的情感 就是 都是以偏概全的 那個 就是不讓你看全貌 就是跟那個新聞媒體一樣 有他的標題有他的框框然後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接收是資歷破碎的根本就沒有 沒有 沒有創建整體的概念 台灣當然不是只有 還有無峰跟聊天丁嘛 這個家族呢 大家看來知道 他們真的是台灣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家族 為什麼 完全不知道 因為各個政黨都不願意提他們家 都有對不起他們家的事情 日本人抗日的 日本人不提他們家 国民党后来 现在我们才到上级 做到1895真的没钱了 先把上级做 那下级就想1895做到228 那下级你就看到一年之后 林县堂一组蜜都回来了 那林县堂这一支就留在 决定留在台湾 那下车林主蜜就变卖了家产到大陆去了 那 那个他们家就实质的分裂了 国民党在 然后228 不是28是白色恐怖 有什么大回应 那个 就是 就是白色恐怖枪毙的在麻藏町 喂 喂 就是国民党在麻藏町 就是枪毙的第一个政治犯 台湾人就是那个 林主币的长孙 他们家杀手长孙 然后又莫收他们家的 就土地改革 就莫收土地 还好那个林县堂救过 那个演家干 要不然就更惨 最后来就终老在日本 那 所以国民党从来不提他们家 那民进党的台湾史是那个 简洁的 就是从那个 葡萄牙人看到 花福莫萨 然后就咔嚓就剪刀就跳到黄西街在演讲 就中间通通都剪掉了 尤其他们最不喜欢面对的是刘辫子的中国 就是这块 他们不愿意提这块东西 那大陆呢 也做过他们家的连续剧 可是讲的都是台湾人多么爱祖国 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比较定位他们家是一个移民的生存史 不是一个什么 不要讲英雄和忠孝节 这样的东西 我们用词都非常的谨慎 因为这前世道历史解释权 我们非常的珍惜 那个节省恐惧的做 比如说用词是中法战争 还是清法战争 还是现在在吵的是 这个 日剧还是日志 其实吵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现在教科书讲什么就是什么东西 他随着时空他会变 随着角度那个讲法是不一样的 那你譬如说 国民党现在的官员 行政院长跟总统 他当然要讲日剧 他才有立场 那你说被日本人强占 你说就中国跟台湾土地的观点来看 当然也是被日本人剧 可是你说 就法律来讲 他被日本人强占了 可是你签了马关条约 所以世界各国承认了 那法律上那当然就是日志 那你后来又被抢走了 又抢回来 又签了约 那现在是什么字 国民党就讲是中华民国字 那民进党就中华民国巨 那将来会什么字 什么巨 不知道 你把时间拉长 人之鱼 土地都只是过客 真的意识形态不要那么重 那几百几千年以后 什么字 什么巨是不知道的 不要用这个东西去 从政党的那个短暂的东西去看东西 这样 那从前台湾 你说驻军是什么状态 台湾总有军队嘛 没有人知道 到底什么状态 你现在看来才知道 原来就是左水溪 伊北是淮军 伊南是湘军 北边是李鸿章的部队 南边是左宗棠的部队 就跟现在一模一样 蓝绿是一模一样 两个不共戴天 一个朋友看完再跟我讲说 他在发觉原来 厚龙斌是怀军 陈菊是湘军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那我从08年开始 我会选择这个家族 我就觉得 从08年开始 我觉得这个家 真的是跟其他家族 是不太一样 其他的其他家族 他比较是商人私家 比较没有危险 就是改造换单 要依附一个新的政权 他比较不危险 当然他可能暗中 自助谁也不晓得 那他们家族就不小心 捲到权力核心的斗争 那个当时台湾的状态 我们讲那个 都是讲闽克蟹斗 权章蟹斗 那个汉藩蟹斗 不是这么回事 明明也斗 这个张张也斗 权权也斗 那个汉汉也斗 范范也斗 这个日本人杀原住民 才杀几年 这汉人杀原住民 是杀几百年 那个胡铁花 就是那个胡氏的爸爸 就是他是秦蔡大臣 就是来考察台湾的军政 后来当了那个台东先令 就是他在那个记录上面 就讲那个在菜市场里面 那个 那个藩人的肉是最抢熟的 就是还有藩骨膏 就是因为那可以壮羊 可以什么建骨这样 所以那个当时 藩人是当狗肉在卖 真的我觉得 当时就是一个在 争夺资源 在一个蟹斗的状态 他是人气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都是这么回事 那 那这个 我再继续往下做 就说 我不是 我是电影人 我很想把它做成一部电影 那做电影的好处 是我可以找商业的资源 我可以不必那么负责 我爱拍什么东西 拍什么东西 那可是他家实在太大了 两百多年 这么多战争 怎么败 然后你要怎么取舍 看他家当然 也有那个争夺主产的啦 也有女人的事情 那个也很好看 那个我没什么兴趣 那个哪个家族都有的事情 那是霸天档连续系的事情 我很想让这个故事出土 那我并不是想做纪录片 我拿他家去当体材 当做纪录片 而是我想讲 讲他家的故事 我想找一种方式 搞了两年 我觉得 就是戏剧还原的纪录片 大概是最接近 我想要做的 跟能够完成的状态 所以 我就朝这个方向走 原来想要做三集 清朝日剧跟民国 那到最后真的 到快开拍之前 真的走转不过来 就全部的钱 就把它拍成上下两集吧 连上集的钱都不够 就先 自己再贴了几百万 把它拍出来 我拍这片 真的不是为了林家拍的 不是为台湾拍的 为我自己拍的 为台湾中间 台湾的过去 台湾的未来拍的 真的不是 不是为林家的 当然戒身恐惧 他们不支持 不接场地 不提供一些资料 是很难拍的 这个谢谢他们 可是真的 不是为他们家 也不是为了荣耀 荣耀无风去拍的 那前面的两年 就是我讲在找资源 就想一个形态去做 那我就讲说 戏剧还原的纪录片 可是你定位在纪录片 你就一个字都不能错 这是他的危险 这尤其他们家 牵制到历史的解释权 那个蓝的绿的 那个 那个 就是学技 都睁大眼睛在看 看你怎么解释 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真是蛮危险的 那前面的困难是说 你要怎么去说这个故事 后面的困难是 你要怎么做出来这个故事 最后 我是 电影本来就是一种 资源整合的艺术 最后它是三个界完成的 三个界的合作 一个是学界 一个是纪录片 一个是电影 是三个界的人整合 是三个界的人合作 是三个界的 江湖跟逻辑都是不一样的 你说做纪录片的人 我 第一个找的是 我的老大当一个 非常资深的纪录片导演 叫许明春 我跟他合作过 我们之间 也磨合过 你说做剧情片的人 是要让人热 要让人卷进去 让人家嗨 一二三四 他有主观镜头 有音乐什么 他有 有他的招式 让你热起来 那纪录片是反过来的 纪录片是离心力 他要把人甩出去 把元素甩出去 他要让人冷 那个批判的 远远地去看这个事情 那逻辑是不一样 台湾的新写实电影 就是因为 用纪录片的方式 去拍纪录片 去拍剧情片 所以大家都冷掉了 就是 他是这个 这个逻辑 那 你要跟学界的合作 那 学界 台湾其实学术能力 是很强的 或许他仪式形态 或是什么东西 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可是 学术能力是很强的 很多的资料 我们都知道 最后到北京的故宫去找 找资料 那个 中央那地方的奏折 太平天国的 那个打伤的 那个 通通都是 就是 收政 大家 边吵架 边收政 后来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 我到了 北京做一个采访 就是我刚刚讲 被枪毙那个林正亨的儿子 叫林维明 后来他妈妈就是带着他 他爸被枪毙之后的妈妈带着他到北京去了 他妈妈后来当谢雪红的秘书 那 他约我 他跟他堂妹约我在台湾的北京会馆见面 那北京会馆在王府井 他当时是那个刘豪 就是刚刚被发费黑龙江的刘豪 除了一万两银子盖了 那个 其实刘豪被在 因为台湾做非常多的事情 他只是被 那个时候 乡军已经示威了 李龙障起来了 所以他被逗倒 他就被发放到 到黑龙江去了 他为台湾做很多事情 他除了一万两银子 在北京盖了台湾会馆 那台湾的学生去那边考试 就住在北京会馆了 那当时台湾跟乔松一样去考试 还有加分的 然后那个 现在的馆长 我约在那边见面是 叫郑大 他是个彰化人 那他是因为 那个地方 现在台湾会馆是大陆统战台湾 最高的精神象征的地方 他旁边还盖了一条台湾界 就是 就是统战台湾的地方 那他的 那个馆长叫做郑大 是一个彰化人 他爸爸就是 当年台共最高阶的一个台共 你知道 所以他 他就当那边的馆长 跟林维敏他们兄妹两个 他们讲的是一口金片子 然后 我讲的还是台湾国语 那他们是 他们是台湾人 我是台胞 然后 那个 我跟他们是相反的 就是 当年是 我们像外省第二代 是从爸爸从 受共产党的迫害逃到台湾 那他们是当年台湾人受国民党的迫害逃到大陆 两边交换 就是说 他们那一口金片子要统战的那个台湾 其实早就不存在 没有这种台湾的 那我们这外省第二代那种爸爸口中的中国 那个 那个 历史课本上的中国 那个早就已经不见了 没有这个中国 我是觉得 这种打中国大台湾的东西 其实这个论述都讲不下去了 你要再找个新的出发点 再去告诉下一代是 到底什么东西 是不能再从政党那个观点去看 那 我做了 前面就是怎么去说这个故事 很困难 我刚刚讲学界的 前面的制片的单位是 是纪录片的人 然后还有我 那 前面那个一年半都是在辩证 在收证 就是在吵架收证 怎么去 把他家的那个资料全部找齐 观点要整齐 那 三个街都是文人 大家都是文人 文都比武都要凶狠 那你说那个 收证找真相 到底什么是真相 什么东西没有真相 你说 他说我们找到一个说 哇好高兴 是一个他当年写的真机这样 他写的日记这样 这总是真机嘛 那总是真的 这总是真的嘛 他会说谎的 这不一定是真的 你说现在脸书 大家天天写脸书 你写的都是真的嘛 还不是都讲好的不讲坏的 那你说找到这个政府的证明 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我们觉得他部分假象是来自政府的 这个政府的话怎么能信呢 就是政府要制造英雄 要制造坏蛋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所谓的 真相 就是说 你 你至少要从两面去看 你要从 拉高了去看 你要从里面去看 那我再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 我 我当时 大学的时候 在 古里节才买到 那时候都是禁书嘛 大陆书都是禁书 我才买到 钱宗书的什么围城啊 那个 老舍的骆驼箱子啊 看他又哭又笑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时候 李安正好在美国念书嘛 他在图书馆 看到更近的书 就是那个 政治上的书 大陆那边写的那个 金代史啊 有天打电话跟我聊天说 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才是坏人 知道